嗨小伙伴们 大家好呀 我是小公棍 今天7月10号了 多云的一天 你们看 这个盆里面 叶叉的冰玉 长势还不错吧 我觉得可以给他们移到小白坊里面了 这一棵是佛罗瑞安娜 这一棵是雪蜜娘 这一棵红酒 这里还有一个红酒 然后这里有两棵应该是叶叉出来的豆流石 尤其是这一边的这个冰玉 我觉得太挤了 现在我准备把它们移一点出来 看能不能全部移吧 这一棵应该是陈梦怒 你们看 这棵陈梦怒长势不怎么好 我觉得应该是生病了 我们现在移这边的 这边的还挺好移的 看这一棵冰玉 这棵冰玉还不错 这棵小冰玉 叶叉出来是一棵三头的 好 给它放在这里 这个土都好丝呀 最近的雨水还是挺充沛的 再来这一棵 我先检查一下 看看 有没有什么蜗牛啊那些的啊 我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土里面 有没有蜗牛 如果有的话点会我得放一点 撒蜗牛的药 哇 这一棵长得好好呀 看看 看着好像没有 肉眼看不到 最近雨水特别的多 觉得是窝流繁殖的好时光啊 我再仔细的看着 还好 嗯 还好 没有没有没有看到小蜗牛 大的也没看到 这一棵是 这一棵感觉长得不咋样 重新种回去 然后这边这一棵可以拿出来了 检查一下 没看到 这一棵佛罗瑞安娜 佛罗瑞安娜夜叉成功率还挺高 哇 这一把拔出来这么多 这一棵豆瘤是这么多头呀 我仔细的检查一下 这个土壤有没有蜗牛 没有 这一棵是啥呀 如此的瘦弱 这一棵是 这个是红酒 这一棵是豆瘤 豆瘤是也把它重新种一下吧 这应该就是一棵 哎呦 不知道 两棵种的时候会不会散开 需要移的 冰玉和佛罗瑞安娜豆瘤石 我就已经全部移到这个盘里面了 点会我们要种在小白芳里面 佛罗瑞安娜的话 我给它种在 大一点的盆里面吧 因为我觉得佛罗瑞安娜 它到时候分头会特别的快 我得仔细的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那个小蜗牛 或者是大蜗牛 前两天我在有一个盆里面看到有一只蜗牛了 我听他们说如果当你发现有一只蜗牛的时候 说明你 很多盆里面应该有很多蜗牛了 但是我总觉得蜗牛应该不会吃多肉的吧 我还真没看到蜗牛吃过多肉呢 图我都已经配好了 这个 算下来应该算是百分之五六十的 泥碳 百分之三四十的颗粒 总的来说呢 泥碳是偏多的 因为这些叶叉苗叶叉出来 也就五六个月的时间吧 半年不到的时间 这一棵佛罗瑞安娜 我想种在这个盆里面 看还不错吧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来一点控制肥 小白药 小粉药 把他的这个根 稍微扒拉一下 这个佛罗瑞安娜应该是扦插的 我看到他的那个杆子了 看这是他的杆子 佛罗瑞安娜到冬天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看 这个品种出状态也很美 红通通的 冬天看着特别的喜气 看 不错 等会我们看看用什么来铺面吧 没有卖饭食了 用红色的火山盐来垫底 这一颗是内凉 小伙伴们看 单头的内凉很少吧 我觉得不到半年的时间 它应该会长一些小侧枝出来的 魅梁我几乎就很少看到有单头的魅梁 叶插出来几乎都是多头的 我觉得上次这些还是得用麦饭食来铺面 但是我的卖饭食没有了 好 魅梁就种好了 这一颗是个山头的 这一颗是个山头的冰玉 我给它种在这个盆里面吧 就给它一次到位 这个盆应该 其实跟小白芳差不多 我觉得 比小白芳看着稍微高级一点 希望你能够增弃 其实小白芳也挺好的 多么的透气 好 漂亮 小伙伴们看 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劳动成果 我现在没有给他们铺上铺面食 第一个呢 是因为铺面食麦饭食已经用完了 第二个 我想放一点那个沙 他蜗牛的药就是这个 四聚一圈 我发现在另外一个盆里面 我看到了那个蜗牛 这个盆里它很近嘛 我担心 那个大的蜗牛会到这里面残暖 所以我决定放一点进去 这个沙蜗牛还挺厉害的 这个药 我们要戴上口罩 就每个盆里面放一点 它爬出来的话 它这个药可以引诱它来吃 然后一吃的话 它就让它体内的那个水分大量蒸发掉 然后就挂掉了 这个的话是我爸在那个我们当地的农资市场买的 如果你们的多肉长那个蜗牛了的话 你们可以在网上面搜索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拿来对付蜗牛还挺有效 好了 这些冰玉 还有我们的佛罗瑞安娜 妹良 你们就健康茁壮的成长吧 我把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好了 这几个月你们就好好的把根系长好 到秋天的时候 就可以出状态了 谢谢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这只能够做到这些的掌描 权和你 带面 签液 这也是 再算 对 感谢观看